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这个八五美术新潮运动的重要参与者 同时也是中国当代行为艺术最早的一批实践者 那我想先请您跟我们简述一下 您这四十多年的艺术创作过程当中 您的这个风格经历了哪样的变化 是如何从一个学院派的学生 我们说那个时候可能学的都是传统艺术 哪怕是西方的也是传统油画 如何这个转变转变到现在 做了很多跟我们当代的 很多超前的概念的这种新艺术的创作作品 这个我觉得就是和中国这四十年的 改开放的这个变化 千变万化 有一些就是很合拍的 就是艺术生态和您的创作之间 有着很密切的联系 对 就是整体的感觉是我不知道明天是什么 所以今天能走到就是目前的这个面貌 也是就是基本上就是不问明天是什么 就是跟现实就是契合的比较紧密一些 比方说这个最早的这个参与就是85新潮美术的这个艺术实践 那个时候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 我们都是学院派 就是至少是规规矩矩矩这个美术学院 那个老师就是按照规范教育的这么一个 接受教育的一个方式 然后到了社会上呢 社会上就是他这种 就是那个时候我的观念是参加全国美展啊什么 反正就是那套老的那种方式吧 去去搞案作品然后参加美协美协展了 然后再再再一点点再再去努力 但是呢就是美协的时候 当年的那些美协的体制 就是做艺术人多 这个参展的机会少 这样的话呢就是一年两年送展了 总也没有机会去送到全国美展 因为他们已经多年形成的那套模式 就是都是论资排辈 轮不到我们新毕业的学生 再加上我们在学校里 我们学习的一些东西和社会 它要求的东西又格格不入 这样的话就更没机会参加这种 那时候我是回到从天津美院毕业 然后回到山西 一个地方的这样的一个美术协会 在往全国送 它那种机会是很少的 很多次被拒绝以后 你就觉得很绝望 就觉得没有指望 然后那个时候正好赶上 这个把我美术思潮就是什么呢 就是实际上就是在旧的体制之内 就是展览是不能自己做的 那么就是85年的前后 是可以就是这些毕业生 他自己有诉求 他就想办法自己主动地去 跟这个展览空间联系 就有想说的话 去按自己的方式来表达 所以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 就是85新潮美术的这样的一种 民间的自发的这种展览的这种浪潮 整个社会思潮就这样 其实是思想解放的这么一个 一个现象吧 应该是这样 那么你刚才说到 我是最早的行为艺术人确实 我是86年的11月4号 做过一个就是一个景象的体验 那个行为呢 实际上是对这个就是展厅的这种展品 展览的就是作品的一种 就是把人活动的人的这种因素 放到自己的作品里 就是这么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 还没有就是后来这种 就是独立的这种行为艺术 就是自身这种 有一个逻辑关系的 这样的没那么成熟 只是把自己的身体 作为艺术作品的一部分 放到这个展厅里去实践 这么一个想法 所以也是比较早的 算比较早的行为艺术家 就是这样 然后接下来就是85以后 就是90年代也做过乡村计划 就是组织一帮哥们朋友 然后就是找个车 把画画的东西拉到一个小山村里边 然后在那就是像集训一样 花了一段时间 花了40多天 然后在村里做展览 拿到中国美术馆去做展览 这是93年 叫乡村计划 97年之前画过一批作品 是香港回归之前 画过一批油画作品 在香港和我弟弟做过一个兄弟的画展 那是比较集中的画了一批油画 然后97年以后呢 因为我父母的身体突然就是 他们失去了自理能力 然后画也画不成了 画也画不成了 然后就照顾父母 就等于用相机呢 用摄影的方式来进行艺术创作 对 就是用照相机工作 因为你画画的话 你还得坐在那儿一点画 但是这个不用 你按一下快门 等于照相机替我去记录这个 这个他们的点点滴滴 也是因为就是那种心情 就没法拿不动画笔了 这是很遗憾的事情 但是没办法 中国人就是养儿防老是吧 我在父母身边就得照顾他们 然后呢用摄影 用照相机就记录 实际上我自己呢 还是就是我想可能就是那个年代啊 就是所谓中国人对艺术的理解 一定是从绘画入手的 考大学之前画画 可能现在补习班那种画画 方法跟我们不一样 因为它都机械画了 那种都是按照一个套路画 我们那时候不是比较自有状态 自然而然的这种 形成的这种 就是激发出来这种热情 去画画 然后大学毕业以后 也是想做画家 就是虽然就是理解艺术比较狭隘 但是很真诚 用画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但是呢因为这个现实生活呢 你无法进行的 你画 你坐在画部前头你就很难受 心情特别忧伤 就拿不了拿不动这个画笔了 然后拍了几年以后呢 拍了几年你 你长时间不动手 也很难过 等于你放弃了一个你自己热爱的事情 画画和别的不一样 就是你拍照 你可能你只要你按了 那个机器替你记录了 但是画画它有一整套的这种激励 就是人的状态啊 人的这种 说肌肉的一种感觉 包括你的思想 你的就是表达时候那种判断啊 那种处理 它需要你随时就有感觉 要有感觉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 长时间不动笔 就是实际上很难受 这个就放下先不说了 然后呢 这个就是实际上我作为摄影 拍父母这段呢 就是作品很少 但是呢就是 我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 要么就完全放弃 什么也不做 因为做不到了 要么就是 拿起相机去来记录 但是拿起相机这个事情 实际上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情 我记得有一个摄影家朋友 还跟我聊过 他说我就没有勇气拍我的父母 他们病啊或者怎么样 其实我也没有勇气 也是就是来美国 也就是97年他们病了 我在医院陪护他们拍过一些简单的东西 当时拍完以后 我看特恐怖 有点像那种车祸啊那种 因为我不懂这个摄影的技术 拍出来都是闪光灯拍的那种 特别恐怖那种镜头 一点都不美 就是实际上把这事放下了 放下后来来美国 待了一段时间又回去 98年的时候在纽约待过三个月 对待过三个月回去以后 然后再翻了看这些东西 我就觉得那跟我没关系 那个不是我 好像不是我的作品 就是很客观的 从旁观看看这个 正好有个意大利有个摄影杂志 就是知道我拍父母 他们就给我约稿 约稿 然后因为我那片子拍的质量很差 结果他们在杂志上还发表 哎呦看 很感动 太感动了 那种他 因为那很专业的那种摄影师 他要调你的这个处理 光圈什么的 就是那个在后期他会印刷的时候 有些处理 有些处理 就是就会让它还原成一个正常的那种 因为我曝光什么的都太不讲究了 哎呦我一看也是能落泪的 我一看也还这么好 然后那个就接着就拍了几 但是遗憾的是父母的身体状况 每况愈下我也没办法 这个后来他们在 但是这个在您的整个艺术过程当中 也算是一个我们说 一个特殊阶段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作品 对 因为摄影嘛 可能对于像您这样的这个当代艺术家来说 可能是很难就是 真的是在比如说很主动的情况下去 拿起相机去记录 因为您有太多其他的这个表达的媒介和方式 可以运用 比如我们之前提到的绘画呀 行为艺术啊 装置艺术啊 还有这个雕塑啊 其实这次到纽约来给我们带来的 就是一组这个装置的作品吧 算是装置 对对对 也是您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系列 金钱系列 因为您经常都说嘛 说这个艺术啊 一定要具有这个批判性 那您能不能就这个例子跟我们来讲一讲 您是如何用您的艺术作品来表现这种批判性 其实这种批判性就是从父母这个 这个 其实我总体上来讲还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一个艺术家 就是我的艺术就跟这个现实的这个情况都比较直接 你比方说97年的 85年的那个美术新朝那也是跟社会的一种纠结 就是选择的那种方式 然后就是97年香港回归也同样有所表现 然后父母这个事情是现实摆在你面前了 这个是很典型的一个具有批判主义 这个这个这么一种特征的作品 实际上是最明显的一个 因为我们的这个中国人的传统就是希望就是都美好嘛 这种等于是阶段的这种实际上 对残酷现实的一种这个曝光 曝光等于 但是我这我不消子孙吧 我自己就是也就愿意也得承担这种罪名 所以我这批作品等于是成和不成 都不能让我感到有什么成就 因为因为是无奈 但是拍不了几年我父母都去世了 然后我的摄影也终止了就结束了 然后你刚才提到这个金钱 这是我就是作为父母那个展览以后 很重要的一个创作系列 对等于是重新开始的这么一个系列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也是就是刚才我提到就是拍父母的时候 就是那种心情那种忧郁啊 那种郁闷 我有很长时间我恢复不过来 就是你也想画 不是就是特别希望能够拿起画笔 就是这样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把这段故事呢 留到下半段再说 好不好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纽约会客室 那宋先生您之前说因为这个父母后来过世之后 您可能很难拿起画笔来创作 那您是如何从那个阶段突然转到了 对这个金钱对人的欲望这方面的一个关注和披露呢 最开始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契机 当时是有一个民营美术馆啊 他们想设计一个空间 然后我有个同学就是知道我对空间设计很感兴趣 他就让我来做这个空间设计 这个美术馆是在一个银行的大厦里边做美术 做美术馆的一个等于一个会所 做完这个空间以后 那个老板就说 你这个大艺术家得给我们留下个艺术作品 就做一个壁画先让我 我做壁画 我就想我说这个一个美术馆 一个文化机构在一个金融大厦里边 我就觉得这两个因素应该有所体现 然后呢我在这之前呢 就是看一个后现代美术谱系这个 一个美术史的一本书里边 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这么一个章节 就是金钱主题 当时他里面提到的新马克思主义 就是说马克思有一句话 我觉得我印象特别深 那已经是五六年前的事情 然后他说这个 马克思说这个金钱是一个巨大的幻影 我觉得这句话很有就是那种 很有文艺范儿 这个就是很有形象感 我就想就是把金钱和文化 怎么样能够结合在一起 然后我最早选择了一个 就是一美元的那个图案 然后里边的华盛顿呢 我换成马克思了 然后上面那句话呢 美元上那句话我不知道 是上帝保佑阿美瑞康 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因为我英语英文不好 我就用Google翻译了马克思 说金钱是个巨大的幻影 用德文就放到那上面 而底下是马克思 就说我用这个图像呢 就是来标示了这个空间 就是这是很荒诞的一种感觉 就马克思呢是反资本的 然后呢被资本这个图像绑架 然后当时他们那个 管这个事的时候 哎呦这个太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银行大厦的 一个主题 对 然后就做完这个以后呢 实际上从14年 14年开始 我突然发现啊 就是到处都是 就是到处都是钱 我曾经听一个那个出租司机 就是说起来 说他觉得到处都是钱 但是就怎么也装不到 自己的摇包里来 事实上也是 就是在14年15年前后 中国的开始大量印钞票 人们突然就觉得有钱了 但是还没有没有感觉到别的问题 比方说通货膨胀什么这样的问题 但是呢就觉得突然好像那钱就多的 到处都是 所以我就做完这一个壁画以后 我就觉得这个社会 现在真的可以 可以就是来表达钱这个主题 就因为到处都散发着这个金钱的这种 气味 这气味 然后很兴奋 人们就是各种事情都特别兴奋 一会儿那房子涨价就涨得很厉害 然后那个我们工资也涨得也挺明显的 那几年房价是涨得最猛的吧 对 而且工资也跟着涨 原来像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 一个月50块钱 就居然特别拯救 那个钱老不够花 但那个时候一块钱可以买多少东西啊 买多少东西 你那钱也不够用 所以这个时候一下挣几千块钱 就跟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没法比了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突然就是 当然钱是怎么回事 或者它会有什么后果 因为我不是金融专家 我也无法判断 但是我感觉到了这种钱的这种 像那种浪潮一样滚滚而来 所以就紧接着就做了一系列的这个钱的这个作品 金钱的主题 金钱 以金钱为一个素材来做 而且就是很多人问我 你为什么用美元来做 对呀 这也是一个跟现实有关联的一个事情 就是什么呢 因为实际上我用 不管是用美元用人民币也好 这实际上是有违法的成分在里边 因为所有的这个货币 我后来才知道 因为当时我不知道 货币这个图像也不让随便用 至少中国不让随便印钱 印钱不管你是怎么弄都不行 印人民币不行 我就印美元 印美元没人管 因为在中国 但是我印的不是那个印假钞 您是经过业数处理的 也处理了很大 实际上用的金钱的图像 但是同时后来我也印了一些板画 纸上作品 我是通过什么呢 就是我看中国银行经常有 怎么样识别假钞 然后那个线条怎么样了 又告诉哪有些记号 哪个地方有细节什么的 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不行我再真的印点纸币吧 不是纸币 就纸上印板画 事实上也是这个金钱也是板画 同板画它是最基本的 最古老的一种艺术形式 那真正的钞票全是同板画 所以我其实我大学我学板画的 30多年没搞板画 结果先这钞票弄一下 也是又做了板画了 所以就是一直用纸上 或者用装置 做了很多这个金钱主题的 您这次到美国来带来的作品 就是由美元和人民币一起 那现在呢 其实正在这个中美贸易战 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我不知道您对于这个主题 是不是有了新的思考 如果说当时14年 有这个创意的升起 是因为中国当时的这个金融发生的变化 或者说经济发生的变化 那现在呢 现在时至今日您对这个主题 有什么新的思考 这个我觉得这是时代造英雄 虽然我不是英雄 但是呢 你赶上这件事情了 虽然我们在一年以前 就在准备今天这个展览 但是呢 我这个就是这个贸易战 这个太突然了 就是 这是您预计不到的 这个我没有预计到 因为在这之前 中国都化解了很多很多 就是有可能出现的贸易摩擦什么的 争端啊 争端什么的 但这次的这爆发 可能大人物他都无法掌控了 是吧 所以呢也是就是 事实上我从14年到今天呢 其实不是我的作品 就是我个人关注钱的问题 而是其实由于钱和中国经济发展的这种过程 出现了很多跟钱有关的东西 比方说反腐败 这最 它背后的最重要的核心的东西就是金钱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资金外逃啊 还有还有的那个腐败官员家里边好几吨的那个人民币 还是什么 它就是钱嘛 这是财富 是吧 这其实就带来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呢 那就是我是16年17年去在伦敦有个画廊做这个金钱这个展览的时候 然后当时那个有一个人问我能不能写一句话 就是我的画策 能不能给我写一句话 我想了半天 我想我们的国家正在遭受金钱的折磨 其实财富是好的好东西 但是它同样也会让你 双刃剑 双刃剑 它也不一定完全是让人愉快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贸易战 我就觉得我是把这个美元和人民币 就是正反面印在丝绸上面 我这可以说是跟贸易战相反的一个 因为我这是和平主义者 他们再走到一起了 然后这个展览的主题就叫金钱人质 事实上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每个人都是金钱的人质 就是脱离不了 就是你如果在当今的社会 这种形态下生活生存 谁也逃脱不了金钱 对人的这种怎么说呢 束缚 那您的这个黄金一号作品 是不是对这个主题的一个延展 是是是 黄金一号是我 黄金小便器 不是小便是大便器 大便器对 当年这个其实是14年的时候 我那时候印了一些板画 印了一些纸上的板画 我就想把这个 当时有一个朋友说 你这个要用黄金 我给你两吨黄金 你能不能做 我说太好了 因为当时印板画那个 那个板画中心那个负责人就跟我说 我给你两吨黄金 你做一个 那我两个黄金马桶 不是马桶 我当时 就是还不是西方人的这种马桶 就是这种坐便器 坐便器 我是是是一个什么概念 我就想 我用黄金做作品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为什么呢 就是你如果你的思想 就是不能够比黄金更有趣 那你不能动这个黄金 因为黄金是很很尊贵的一个 一种材料 在这之前的都是什么东西做 你像我们的首饰 金银首饰 这是一种 另外就是一些 一些圣物 宗教的 职钱的 你比方说清真寺啊 还有什么那个 那个十字架 宝石 黄金 还有什么西藏的 那个那个高僧啊 金身那种 是吧 他都用这些东西 表明 就是他对尊贵 这种主题的一种 一种一种神圣的表达 那么就是说你 我作为一个当代艺术家 可能 这种出发点 或者处理方法 就是肯定会侧证 批判 批判状态 就是说 我就想 如果 中国有一句 这个 这个 也不是俗话 有一句话叫 是金钱如粪土 我觉得这个有点意思 但是它很矛盾 有时候说 一个人的心 像金字一样 就是闪光 就是这种描述 就很 很 很 很矛盾的 同时是在 表达黄金 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想 如果我的想法 不能够 比这黄金 有趣的话 我还是不能 用黄金做 后来正好赶上 那个 我看到 就因为 做当代的嘛 我就想 就是这个 当年这个 一百年前 这个 杜上的小编器 那是 近人解职的 一个 很全 作品 全 它叫全 这个作品 是 是观念艺术的企业 是吧 是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